早晨好 现在是几点 八点半 其实我很早就醒了 但是为什么不起床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气温 昨天晚上差点被冻僵在这个地方 现在只有八度 但是我车里边有多少度呢 车里边有21度 因为我昨天晚上整夜都在开着柴暖 外边也是相当的冷的 我在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没敢开窗了 这家伙一走就醒了 而且我还插着电柱子 电柱子插着 一晚上 在山里边晚上又特别冷 对面晚上的时候又来车友 起床了起床了 起来了八点半晚了已经 看看米罗今天寄生行头怎么样 挺帅吧 我们要启动吗 对 好 启动了 走啦小摄影师 早晨出去 六米罗 这个桶留着还说不定有点用 这个桶留着还说不定有点用 米罗下来吧 好 看我的小摄影师 工作状态怎么样 哎 有点邪哦 重心太高了 点不太好使 我们去看一下虾龙 这家店里边电击那个破虾龙 今天要是昨天放一晚上要是今天还没有 就真的证明什么都没有呢 那我们来过来看看这些车吧 好歹是我宁默克 嗯 拉上来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变形了 哦 牛蛙蝌蚪 好多 这么大的蝌蚪 那蝌蚪有多大 这最后是牛蛙 应该是 还有什么 还有 鲤鱼一条 小鲤鱼 我等会把这个笼子修复一下 因为它有点变形了 里边还有 啊蝦蝦蝦 有蝦 怎么会没有蝦呢 有蝦 看我们还是这个笼子还是可以放下去的 好我把这个修复一下放回去 这个可以给 这可以给乌龟吃 还是蝦蝦 也是 最后剁了给乌龟吃 这两个收获真的是太小了 放了一夜 米罗 米罗 米罗现在是到这边已经 彻底的放羊了 一大早我们就来看看 变形金刚房车 卡车不能上房车吧 那这边收集了好多这样子 但是这些后边的都像是房车一样 你看看这个门就知道是房车门了 但是里边都是空壳子 一早晨起来看我绕一圈 看有什么 这种电镀的车头 这边没有很多 他们很喜欢这种电镀的 这个也是很亮 福特的超高超大房车 这边放了好多这么越野C型 这个不是了 前面这个红的 还有这个白的 前面还有 这边我都没拉过 这边是可以停车的吗 看 房车停到这边来其实蛮好的 就是视野一点不太好 早晨起来自己出来撩的撩的 挺好 太阳刚出来晒得正好暖暖的 米罗也需要晒着太阳 我这还停的两辆这个F650 我们通常说的猛禽它是F150 就小猛禽不是那个大猛禽 这是物理 物理相对来说就小一点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自行车拉的吗 打开看看 它就是个小雨滴 算货仓了 但这里面睡人我觉得是够呛吧 我那房车是后面是不是可以 拽一个这个 很小巧啊 最多就是一米五长 不错 这怎么停辆火车啊 感觉像是火车 就是火车 它是这边室内还有收集这种 解放牌的卡车 看这个边边上能看到第一汽车制造厂 打这个印子 这应该是解放C30卡车 1959年生产的 这边是土路 我们从另外一边看 中间q30卡车 much 哇里面的这个样帽 还没有 没怎么动过 dating 还有吗 然后这个门 噢门锁着了 锁起来的 後边还有一点木头刀 木板刀 这边呢 也是硬 往前面看一下 这个也应该是解放的 对 17O这辆车是CA10 这个就是中国量产最大的 那个解放 解放牌CA10 据说当时产了120多万辆 这个还在 这个样子外貌都是仿制一款苏联的车 但是我忘记那款车叫什么了 包括前面那辆CA30也是一样 那个就不看了北京吉普 这是东风系列的 东方红竟然有 这还有辆东方红 1966年的时候生产的应该是6×6 东方红自己生产就成了 看 这还有个解放牌的救火车 这很多年前的东西了 水闸开 然后这就会出水 滚 里边是什么毫无内食 不过这很老的 很老的车了嘛 听着关门车关门的声音就知道铁很厚 看地上还有三个控制管 米拉下来米拉 你要上去啊 要走吗 这车可走不动 这边早晨呢 就是虫鸣鸟叫 车友们都停在这边 这边更像是一个小院子嘛 就是像是正经的汽车营地 有还有一两只小鹦鹉 看这边有正经的停车位 我们停是停在草坪上的嘛 所以那边可能环境更好一点 那儿有个大拉不拉多不行 怎么要走到这边呢 这儿还有辆拖拉机 拖拉机 米拉 看这两边停的车都停的满满的了 虽然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太阳已经晒到了 但是这边你看在山凹里边晒不到太阳 这个就 所以就 哎 米拉要上厕所了 所以这边 就我们醒的都比较晚 他们应该还在睡 今天可能开车出去一下吧 出去一下去 湖边去逛逛 我得把他们闹腾醒了 叫起来叫起来 还好他们这些车型啊 皮卡都可以把 这个后车拆掉嘛 醒没醒 起床呗 起吧 叫醒了一个 小时车 好 啊 我